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HELLO 還有她 HELLO 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Chopper 大家都知道我有養狗 所以策劃了今天這條影片 回答大家一些關於養狗和Chopper的問題 我之前就在Instagram出了個post 收集了一些問題 現在就可以逐一解答 我們事不宜遲 開始吧 我一共收集了二十多條問題 隨機抽出來答 第一個問題就是想知道Chopper吃什麼狗糧 Chopper是吃乾糧混罐頭的 我一罐分開六餐 然後再混合乾糧 原因是Chopper不肯正常吃乾糧 我是知道的 要忍心餓幾天 她應該會吃 但小時候我餓了她 約五天 她跟我玩吃一口 最後我發現 你只要加一點味給她 她就會肯吃 我就用了這個方法 而關於在哪裡買狗糧呢 乾糧就是我們朋友幫我們訂的 而罐頭就是上網 有一間叫最佳寵物 好像是這個名字 寵物用品店 他們是可以送貨 我一次過會訂20罐 他們200元左右便免費送貨 而且第二天就到 我就覺得很方便 你看看 Chopper是一點都不頑 她是一隻很懶的小狗 她是一個 她現在是四歲 但她內心應該是住了一個十四歲的靈魂 她真的去到很頑 她是那些療膠 那些 打我啊 你打我啊 那些語氣來廢的大狗 所以呢 有一條問題也有問 Chopper這麼小 會不會讓她和大狗玩 怕不怕 其實我是怕Chopper 弄傷大狗 多一點 所以呢 我們離遠看到大狗 其實就會抱起Chopper 然後有人問Chopper 小時候有沒有咬人手腳 怎樣才可以教她不咬 還有怎樣可以教她這麼穩定 放鬆也不會走 我答了一遍 有沒有咬人手腳 是有的 因為Chopper也是由嬰兒開始養 嬰兒小時候 牙是比較尖膩 和生牙齒的時候 都很喜歡咬人手腳腳的 那樣的方法就是 如果她咬我的時候 我就會按住她的舌 你看到她們是掙扎 她一想咬的時候 就會按住她的舌 順勢 她就會知道 她咬人的時候 會得到一些不舒服的結果 那她現在 就不會咬的了 我現在怎樣擺 她都不會咬我的手 而怎樣可以教她這麼穩定呢 性格問題 對 我覺得真的性格問題 Chopper從來都沒有活躍過 我是很想她做一隻活躍可愛的小狗 但是她是一隻牛牛鬥鬥都很可愛的小狗 對 放繩不會走來走去 真的要慢慢去訓練 一開始你要拔繩的時候 拔得緊一點 讓牠習慣了走在你旁邊 還有如果剛開始放繩 我覺得可以帶點東西吃 如果牠回來就有東西吃 那慢慢久而久之牠就可以叫回來 對 還有我們放繩的其中一個很大原因就是 其實Chopper是沒有怎樣全力衝著跑 我們是一定追得回Chopper的 所以都是要DEPEND ON你自己狗的性格 你有沒有信心捉得回牠 去決定可不可以放繩這件事 Chopper怕不怕獸醫 最貴看獸醫是什麼 餵藥難不難 Chopper是不怕獸醫的 牠打針也沒有反應 最貴看獸醫的話 絕育 如果真的算是看獸醫 那時候用了多少錢 需要5000元 都要的 還有Chopper絕育就不是普通絕育 因為牠是單春仔 所以一定要抽到那顆膏丸 收到那顆隱性出來 就變得手術比較貴一點 平均每一次看獸醫就大約800元前後 一年了 怎樣呢 都會看到三次獸醫左右 總有些大大小小的事 要看獸醫 威藥難不難呢 Chopper育藥是超級容易的 不需要坊間那些 有將牠塞進肉裡面 有芝士又有麵包 給牠吃完又吐出來 是不需要的 你幫我抱著Chopper先 其實威藥最簡單就是 抹大牠的口 然後放一顆藥在喉嚨 收起來 再按摩喉嚨 讓牠有滑一聲 好像吞口水的表情 其實就吞了那顆藥 然後日文養的是柴犬 網上就說已經沒有什麼臭味的狗 但我仍然覺得牠很臭 有什麼方法令牠沒有那麼臭 我想其中一個可以做的 應該是轉涼 因為如果涼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蛋白質 等等 令牠消化得不好 或者吸收不到 最後都會變成了不同的分泌物 令牠會臭 耳朵太炎也很臭 你也要問一下耳朵 如果耳朵有發炎 或者裡面有耳塞 耳滿 那些都是會臭的 而且會有很多黑色耳屎 那時候就最好看醫生 接著 Chopper平時大小便 需要不需要外出 不用的 我從小到大都在家裡 要去廁所 因為打風下雨很麻煩 如果真的家裡沒有牙齒的地方 帶不出去 牠會一直忍一忍一忍 忍到要賴 其實對身體又不好 然後 例如牠將來生病 老了 腿沒力氣 或者長期 可能要留在家裡休養 不要盡量出外出動的話 牠又不肯去也很麻煩 所以我會訓牠兩邊都肯去 Chopper多人多眼視 怎樣清潔 牠說狗仔很多眼視 經常發炎 Chopper曾經多眼視多得很厲害 那時候就不停用暖水去抹 但你也要找回根本問題 都是轉糧 應該慢慢轉不同的口味 不同的牌子 看看哪一隻糧 牠吃完之後會少點眼視 這條看你知不知 我狗仔從出生到現在都沒有擦牙 牠習慣很怕牠有牙的病 那先說一下Chopper Chopper其實現在都是有擦牙的 我們買了一支牙膏 就這樣擠在牙面 牠就會舔一下 牠就會有效能擦牙 另外我們平時都會給牠一些綠筋 或者花膠 牠用來咬 咬完之後就會有一絲絲 其實在咬的過程都是會擦牙的 好的 1分 Chopper是多少 Chopper現在是4歲半 牠是吃哪款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 現在牠在吃的骨髓 是你的朋友買的 是啊 我沒見過是甚麼牌子 好了這條呢 這條是我表妹問的 表妹問 牠的狗仔類癢很嚴重 怎麼抹都沒用 怎麼辦 我不是叫了你轉涼了 好了 然後就問怎樣 幫Chopper防牛杯和跳膝 我們就有用三樣東西 其實就不知道哪樣才是最有用 因為永遠都是用完的 這個鈴鐺其實是沒有聲音的 你看一下 沒有那些鈴鐺聲的 它是一個不失靈 對 就說是用來用一些超聲波 不是超音波 超聲波 超聲波 不是超聲波 總之就是用那些音頻去防塞 而另外還有這一罐 就是 Seresto的防塞帶 它是防牛杯的 之後就會有一些防塞 防牛杯的噴霧 這一瓶就是毛起來洗的 養狗每個月洗費要多少錢 其實我覺得養狗和養人都一樣 便宜又便宜 貴又貴養的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時間去陪伴 狗仔不會因為你花多了錢而愛你多些 但是狗仔一定會因為你陪牠多些 而牠會貼你多些 喜歡你多些 接著有個觀眾 是曾經遇過我們去長洲的 他就發現了 在初拍上船的時候 是很開心 瘋狂地衝上船 他問為什麼會這麼興奮呢 之前就是 船要開了 他還是很慢 在外面咪咪咪咪咪 自此我就跟牠說 船不等你了 我們要趕著 我們要快點了 之後一變了船 牠就立即看到碼頭 就開始衝進去 就是這段小故事 養狗有沒有影響到皮膚敏感 對於我來說是沒有的 因為Chopper這隻狗 這款狗是不會脫毛的 所以其實沒有影響到皮膚敏感的問題 有沒有推薦的義工狗場 我做過的義工狗場 只有一間 就是HKDOT RESCUE 我以前就在那裡做過一排義工 但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 好了 到最後一條問題 其實都有人問 Chopper是領養還是買的呢 其實Chopper是買的 他不是領養的 因為我養Chopper之前 是沒有預計過 沒有計劃過要養狗的 純粹是在街上的時候 一間草物店 看到龍裡面有很多隻 這些貴婦狗 然後有一隻被人 狗狗排擠 全部湧出來 去歡迎人 去吃東西 但是零零丁丁 有一隻是在角落頭 我就覺得他好像很慘 很想救了他 那隻就是Chopper 但是我絕對絕對不會建議 大家去買寵物 因為養了Chopper之後 我才看到更多 關於領養的東西 更多關於繁殖腸 怎樣虐待狗 還有 其實因為小吉是在街上撿回來的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 接觸過領養這些 程式 那時候真的不清楚 加上Chopper是 一個不好的經歷 我那時候買Chopper Chopper是貴的 不便宜的 它是萬五元左右的 之後買的時候 那個人就給出身子 然後有入境證明 Chopper的生日 是五個月大 那時候我純粹是不放心 第二天拿獸醫做身體檢查的時候 獸醫說不可能不夠一個月 因為牙齒都沒有生出來 所以我們是被人騙了 當然啦 牠一個月和五個月都會親牠的 但是 但是不誠實 而且以前我都會覺得 領養全部都是唐狗 還是大狗 我真的養不到這麼大隻狗 不是我不愛親牠們 我也很喜歡大狗 但是 我的生活真的無法感受到 沒有這麼大間屋裡 養到一隻大狗 不不不不不 我們不是養多一隻狗 是是是 我們不是養大狗 不用馬上看著我 如果有朝一日 先掩住牠的耳朵 如果我們有朝一日 會養多一隻狗的話 我們一定一定會領養 雖然我做了一個不好的仿仰 但是我都知道 現在都知道是不好的了 一定不會再買草蜜了 今天就回答了大家關於 關於小牠和養狗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更多問題 歡迎留言 如果大家想多看小牠的話 就告訴我 我會多拍小牠的小片段 因為牠經常都不動 所以牠經常拍到的都是在睡覺 我會盡力的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新 星期日更新 星期日更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下支影片